这个老人生命垂危时 告诉了女儿一个令人炸舌的秘密 一天夜里一对黑人夫妇约会时 突然踩到了一个婴儿 这个婴儿正是他的父亲 揭开果布的那一刻 当时吓坏了他们 仅三个小时的婴儿 长得起手无比 满身皱纹 黑人不停劝阻 看着婴儿可怜 将他带回房间 决定收养他 请来医生帮助他检查 这个婴儿有严重的关节炎 摆内障 甚至全身的机能 器官和外表 都是80岁老人的 预估他活不了多久 时间飞逝 过去了七年 杰明不仅没有死 而且越长越大 因外表的差异 继母只能将他和老人 安排到一起居住 他很向往孩子们的生活 也很想和他们在一起玩耍 在一次慈善晚会上 众人发现杰明 居然可以站起来走路 当时没有一个人相信他 神父为了证明自己 决定让杰明当众尝试一下 缓慢的站起身来 瘦弱的身体四肢 根本无法支撑 突然倒在了地上 在大家的努力下 他学会了走路 他们都感觉这是个奇迹 从此以后 杰明搀扶着拐棍 与大家一起生活 经常会偷偷溜出去玩耍 每次都像一个孩子一样 被黑人继母责怪 这天在舞会上 他认识了丽莎的祖母 但杰明的外表 不允许他有任何想法 告诉了母亲 同样被责怪 大家把杰明都当成了老人 没有人知道 他会越活越年轻的 甚至比正常人 活得更加持久 众人的不认可 再加上亲人的离开 他决定独自一个人 出门闯一闯 临走时女孩向他道别 杰明和船长签约了三年的七月 决定一起横穿大西洋 一起探险 一起喝酒 一起打架 中途他认识了很多女士 但从来没有想过结婚生子 因为他的家人 从小告诉他不一起结婚 也没有一个人 愿意嫁给一个穷老头 一次意外 杰明和他的队友 赶上了正在交火的战争 直接对他们的船只发起了进攻 他们想要逃离这片海域 可为时已晚 他们终于带来一起 所有的船员全部丧生 只有杰明活了下来 现在的他别无选择 只能回家 见到祖母的那一刻 差点没人出来 他年轻 帅气 惊艳了当场的所有人 当丽莎见到他时 同样也被惊到 现在的他 简直可以迷倒无数的少女 可现代的丽莎已经大变样 他变成了一个明星 正是芳华绝代的年纪 而且在外面还有很多应酬 让杰明非常的不适应 因此他又将自己封闭了起来 时间飞逝 一次意外导致丽莎出了严重的车祸 杰明前来看望他 两人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化 现在的杰明 外表就像是一个35岁的成功人士 而丽莎则变成了一个老气横秋 满身伤痕的妇女 看着自己的女神慢慢老去 杰明也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他开始不停的寻找新的伴侣 与他一起长大的老人都很羡慕杰明 1962年的春天 丽莎也玩够了 回到了杰明的身边 他并没有因为丽莎长得老 而对他另眼相看 就像是以前自己80岁的样子 小女孩丽莎依然陪伴自己的身边一样 此时此刻 两人幸福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慢慢的 黑人继母也离开了人世 以前那些老人几乎都已经不在了 杰明并没有哭泣 而且卖掉了继母的房子 选择和丽莎一起过激情的生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五年来 他们都很正常 一起吃饭 一起锻炼 一起旅行 在一次游泳时 丽莎开始羡慕年轻人的身体 后悔自己年轻时 没有和杰明在一起 而现在的他依然年轻帅气 觉得自己亏欠他太多 到了一定的年纪 身体的机能 关节都有所下降 杰明并没有因此离开丽莎 两人生下了一个孩子 他很健康 他们的孩子两岁时 杰明再次消失在他们的生活中 他还有很多的愿望没有实现 因为他的身体会一天天变小 最终他一定会死在婴儿期的样子 他开始探险 穿越无人区 尝试接触更多的人 因为他的身体够年轻 头脑够清晰 他想要的一切 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 不再有拖延症 也没有年轻人所有的弊端 五年后 杰明再次回到家中 这次丽莎见到他时 并没有像以前一样惊讶 而是开口说 杰明很无奈 见到女儿时 心中的五味杂粮 千丝万缕 出现在脑海里 他们不敢让女儿知道 眼前这个男人就是他的父亲 因为他们的年纪和外表很相似 按照杰明离开时的约定 丽莎早已经结婚 他也只能安静地退出他们的生活 回来后又是同样的五年 丽莎已经65岁 而杰明现在只是一个13岁的孩子 而且现在的他患有老年痴呆症 已经不记得任何人任何事 甚至就连丽莎都已经忘记 时间飞逝 杰明变成了三岁时的样子 丽莎现在的年纪是70岁 他们俩人一起相依为命 身边的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了他们 2003年的春天 他们四目相视 杰明也闭上了眼睛 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 趁着年轻大胆一些 时间的钟表 总是能回到昨天的位置 而我们则永远回不去最初的样子 中共的难轻大胆弹 或者被人从则永远回不去最初的一栏